大家好,今天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进行军事演习期间,一枚炮弹击中了一艘位于射击区内的旅游船 船上共有34人,目前无人员受伤 台湾的武装部队周五在台湾岛西北部宜兰县海岸进行炮击演习 射击过程中一艘超级星3号赏金船突然驶入射击区 并在该区停留了40分钟 由于该区内没有海岸警卫队巡逻,因此没有被发现 其中一枚炮弹击中了船头,打得挺准 船上五名船员,29人均无受伤 事发后,该船立即通报海巡署,立即返回港口 目前所有人员平安,台防部将对此事件进行 19号,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证实三名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将提名中国问题专家库尔特·坎贝尔 担任新一任常务副国务卿 作为拜登政府的工作人员,坎贝尔几乎经手了所有亚洲政策 华盛顿的政策将更多的落在中国问题上 知情人士还表示,坎贝尔的审查已接近尾声 一旦该过程顺利完成,将获得正式提名 但目前参议院仍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目前不能确定听证会和投票的具体事件 目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坎贝尔本人 均未对消息作出回应 坎贝尔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助理国务卿 是奥巴马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核心成员之一 现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 他在此期间曾主导了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的核潜艇交易 使得法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以及与澳大利亚合作生产潜艇被搁置 因此巴黎与澳大利亚之间发生了一场外交风波 多位美国官员证实 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的态度明显 是用了坎贝尔所规划的战略 坎贝尔在19年曾发表一篇名为 《没有灾难的竞争》的文章 文章中写道 共存意味着把接受竞争看作是一个管理的条件 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实际上坎贝尔的出现 实际上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讲 就是拜登在他的四年任期内 对中国的整个的政策失败 特别是任用了之前中国问题专家 也就是国务院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组 你包括这个被辞掉的 被辞掉中国组的前组长 以及包括美国的这个前副国务卿 谢尔曼都是失败的 那他们的战略是跟中国对抗 对抗 但是坎贝尔你看他最后的这个文章中提到 共存意味着把接受竞争看作一个管理的条件 而不是只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坎贝尔比之前的美国副国卿 对中国的很多态度更加什么 现实 寻求和中国共存 共同来应对整个世界发生一切 共同来维护二战秩序 记住美国不是要跟中国竞争 美国是要维护二战秩序 只要能维持二战秩序 美国可以选择和中国共存 可以选择和中国合作 这才是美国现在 他最现实的一个想法 特别是对待中国 美国知道根本无法击败中国 美国现在想要压制中国 制裁中国 围堵中国 用了各种手段 你看过去四年美国用的手段 再加上前面川普总统 川普那四年 所有手段都使了 包括逮捕华为 逮捕华为的孟晚舟 最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了 把中国怎么样了 什么也没有怎么样 反而是中国现在发展越来越强大 反而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 美国深陷乌克兰泥潭 所以大家看到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整个战略 整个的政策正在发生 但同样像坎贝尔这些人 他在奥巴马执政期间 也提出了重返亚洲的战略 该战略试图对亚洲进行再平衡 目标宏大 但迄今的效果有限 他在16年出版的《转向》一书中 概述了自己的亚洲策略 主张的面对中国的崛起 应加强现有联盟 即与印度 印度尼西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坎贝尔目前担任白宫的印度太平洋事务协调员 奥巴马时期他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在白宫坎贝尔负责监督与中国的艰难关系 川普和拜登两位总统执政期间 中美关系恶化 已经到了两国1970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坎贝尔几乎负责处理拜登政府的所有亚洲政策 澳大利亚、美国、英国三方安全伙伴 达成出售核潜艇给澳洲的协议 就是他的杰作 一位熟悉坎贝尔的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 他可能会利用国务院新职位 把美国和中国的竞争相关事务 进一步集中到国务院来处理 整个中国和美国相关事务 升级到国务院的一个层级 而不是由一个办公室 中国事务办公室 而是由国务院 坎贝尔的商人也预示着美国对台湾的战略 可能在发生的变化 也就是台湾可能会真的被美国 当成地院政治棋子 真的被交易出去 菲律宾总参部长叫布拉纳 他19号向媒体证实 在未来与现在都不会与台湾有任何军事上的接触 菲律宾军方已经做好对台海问题恶化的一切准备 但目前并未监测到任何企图 袭击台湾的意图 菲律宾军方布拉纳表示 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情况下 台湾的冲突风险是主要热点之一 菲律宾已做好万全准备 面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 当前尚未侦测到台海将发生冲击的迹象 菲律宾此前在最北端 崖米岛兴建了海军基地 该处基地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50公里 菲律宾表态也说明了 菲律宾对台问题是相当谨慎 也说明菲律宾军方其实已经预判到美国 在台湾方向可能会政策转向 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罗森伯格日前访问了台湾 美国在台协会访问期间 强调美方反对任何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举措 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 罗森伯格呼吁北京与台湾展开对话 那么行政院长陈建仁二少表示 两岸唯一共同目标就是要达到和平对等对话 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 维持现状是我们现在最主要努力的目标 我再更正一下 这所谓的陈建仁 所谓的这个行政院长 他讲这个话根本不是现实 没有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那叫中华民国 1911年成立 那叫中国 中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叫台湾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你记住你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因为你不敢去掉中国两字 你去掉中国两字你在世界上没有任何行动能力 没有国家会承认台湾 这是陈建仁 这所谓的行政院长一直在欺骗台湾人 也在欺骗他自己 欺骗他的子孙后代 用中国两字挂着羊头卖狗肉 大家以为那是台湾 实际上那叫中国 没有个国家叫台湾国 没有 没有 告诉台湾人没有 哪有什么台湾国 那叫中国 你不给你台湾自己试试 你把你护照上面 中国两个字你挡掉 撕掉 抹掉 你看看你那护照能去哪 我之前一直在台湾人在讲 实际上你看美国对中国 对台湾的战略一直在发生变化 特别是与中国进行这种非常关键的地缘政治竞争 这个时候他需要利用台湾问题来改变策略 以拉拢中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实际上在北京这次一带路峰会和中国国家主义习民会谈结束以后说的很清楚了 说的非常清楚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是因为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围堵让中俄走在一起了 那你看美国对着中国的态度 他现在主要的是和俄罗斯在欧洲保护欧洲的利益要竞争 北约的东扩 那在中东地区呢 在中东地区美国也是需要中国来支持 来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 特别是伊朗 中国和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 特别中国的一带路 那你看美国就要什么 寻求和中国的合作 拉拢中国 而不是一味打压 这才是有智慧的人 真正做的 不是要跟中国斗 不像民进党 像那帮台湾所谓的什么议员天天抄上的 美国要把中国怎么怎么样 要跟中国开战 那不扯淡的吗 中国他们有核武器 美国有核武器 你这样两个有核武器国家打过仗吗 打过吗 只有台湾人幻想 台湾傻逼在那天天幻想 两个有核武器国家为你台湾去死 把整个世界毁灭 为了救你台湾 扯淡的吗 中国武统台湾也不影响美国的二战秩序 不影响 美国为了自己二战秩序 什么都能做出来 抛弃你台湾人也能做出来 只有台湾人在幻想 两个有核武器国家为了你 打的不可开交 你多漂亮啊 你民主自由啊 民主自由国家多了 那海地也民主自由 可他妈自由了 人都强那海地 美国说那海地像屎一样 狗屎一样的国家 美国要的是利益 说白了什么利益 二战秩序 他会为你去死吗 只有台湾人幻想着 那你台湾现在被美国已经绑定了 你离不开美国了 人家美国说什么是什么呀 对不对 美国在台协会 你看看 美国拉宝石你台湾都觉得香的 那你怎么办 你被人家拿捏了 那是交易吗 美国人跟中国就说嘛 你看我把台湾拿捏了 我现在需要你帮助啊 就咱们来交易一下 这就是结果 一定要交易台湾 手里拿着台湾牌 不交易 怎么可能啊 该交易得出手了 我一直在说 中国获得武统台湾的战略窗口 交易 需要什么 需要环境 那现在这个环境呢 所以我说 后面四年 如果拜登继续执政 这个坎贝尔上台以后 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 会有更多的交易 会有更多的行动 我希望台湾一定要理解啊 现在发生了什么 你越是跟着美国走 被交易可能性越大 因为交易你没有任何成本 用你来换取更多 美国在其他方向的利益 同样是维持美国二战秩序 所以我一直在讲 台湾一定要看清楚 现在发生了什么 中国获得武统台湾的战略窗口 我一直也在讲 这个战略窗口对中国非常重要 千载难逢 你看现在整个世界发生的一切 本身就是地缘政治多米诺骨牌 已经倒下 中国要利用这个机会 完成国家统一 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 这种地缘政策的博弈 或者要这种地缘政策上的交易 很快会开始 特别是因为俄罗斯 俄乌战争现在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这个合作 未来这个粮食能源 美国是一定要拉拢中国的 不拉拢中国 美国没有胜算 美国很难维持自己的二战秩序 记住美国所有的一切的政策 都是要维持住二战秩序 台独也不是二战秩序 记住 二战秩序里没有台湾独立 那你台湾想独立 你自己想想可能 所以我今天就说这些 台湾自己好好想想你们的未来 好好想想你们的未来 好好想想美国未来怎么样 在台湾底下 出卖台湾 怎么样用台湾当成地缘政治工具 来换取美国自己的利益 这些台独还在给台湾洗脑 什么什么主权独立国家 你没有中国两个字 你什么都不是 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叫台湾的 这台湾自己想清楚 你们真的想台湾独立的话 就立刻宣布台湾建国 要不然你连联合国都进不去 联合国只有一个中国 联合国里只有一个中国 你台湾不是国家 因为你自己都没宣布台湾建国 你自己都没宣布台湾建国 你怎么进联合国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台湾国 你怎么建国 想清楚没有台湾人 这逻辑不用我再讲了 那些所谓的民进党 那些所谓的台独 天天给你洗那个脑 有脑子 大家都能想清楚怎么回事 想进联合国吗 宣布独立 宣布建立台湾国 然后你可以申请进联合国 但是中国呢 一票否决 你能进去吗 这不是死胡同吗 玩不下去的 天天玩着干嘛呢 耗费生命 每天抽中抗中 人家他妈进去吹空调 人家进总统府 向那个中华民国宣誓 你们他妈台独天天在那干嘛呢 吃糠宴菜 最后呢 我也跟台湾讲 实际上你看 美国一直没有承认 台湾是独立国家 也没有承认 对吧 你台湾可以独立 也会一直说台湾是 是属于中国的 主权上属于中国 这是二战秩序 就是美国现在一直在维持 自己的二战秩序 这才是逻辑 那美国这么说 另一方面呢 又不断的暗示台湾 你搞民主自由 你搞台湾独立 那美国这个这样做法 到底是什么 台湾自己脑子清楚的 自己都知道美国想干嘛 拿你去交易嘛 一方面说你这个主权是中国 另一方面呢 又要求你们去独立 你们台湾这民进党跟着一起干 那是干嘛呢 我一直跟台湾人在讲 你看懂美国的逻辑 看懂美国 他整个的一盘棋 他下的一盘棋 什么目的 拿你去交易啊 控制你啊 影响你 然后人家获得利益啊 你又不能独立 又配合着美国 给美国当地员政治棋子 你台湾获得什么了 就我 我觉得台湾人很奇怪的啊 很奇怪的 就配合着美国 给美国当棋子 自己可他妈高兴的 然后台湾什么利益没有获得 最后还得 是吧 用自己子孙后代的血 自己子孙后代的生命 为美国人去买单 为日本人去买单 他非常愚蠢 所以我说岛啊 这个岛上 根本没什么大智慧 台湾人也就是穿个草裙 跳个草裙舞 也就只剩这个智商 他智商不够 真的不够 你这都看不懂吗 天天配合着美国 搞这些东西 你能独立吗 你两千三百人 你能决定自己命运吗 说的点多啊 但实际上这都是真实的话 台湾自己想一想 台独自己好好想一想 你他妈搞了几十年 你能成功吗 美国到现在都不承认你 美国承认你那天 就让你去死了 你可以去死了 想他妈啥呢 这台湾人 还在幻想自己能他妈独立呢 那么可笑啊 很可笑啊 台湾人 我还是相信啊 实际上现在 在中国获得武统台湾的战略窗口 中国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 用台湾问题为中国崛起保家户航 之前罗旧我说过 不打仗 中国准备武统 不打 中国正常和平发展 打 中国完成国家统一 打还是不打 对中国都有利 但是中国一定要做到一点 武统台湾 一定要做好武统台湾准备 我之前就讲过 中国必须做好武统台湾准备 你手里才有筹码 那战争也好 和平也好 中国必须做好最后应对的准备 也就是最后的底线 武统 发生战争 中国完成国家统一啊 突破第一岛链 不发生战争呢 中国也可以什么 和平的发展啊 用台湾这张牌反制美国 美国不敢打台湾牌 是不是和平发展 和平发展对中国有利啊 你看中国的武统啊 这一张牌 可有效的限制美国 对中国的围堵 也限制美国打台湾牌 支持和平就支持武统台湾 亲爱一个美国 chuckle 务情 务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